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买了一套房子 在出租收租金就是买了一套投资房呢 你是不是也有那种明明买了投资房 自己的生活质量却因为投资房而下降呢 有没有觉得自己买房捡了个大便宜 后来呢才发现踩到坑呢 本期影片呢我们就来聊一聊 绝对不能买的几类澳洲投资房 我是澳洲Alex老师 本期影片为您解答 需要你天前养活的投资房 住宅类的投资房呢 是低现金流高资本增值类型的房产 我自己呢在买投资房的时候 选择取舍的临界点呢 是这栋房子能够自给自足 每个月呢不用再添钱到里面养活它 我基本呢只从这类房产里面挑选投资房 那这一招呢是我自己经过血泪的教训得来的 比如说呢你有几套投资房 每个月呢都要往里面添几千块养它们 你要是工作稳定呢那是没问题的 这钱呢你添得起 但是比如出现疫情啊 你丢了工作房子呢又没有人租 或者是租客呢要求降租金 没准呢你还要去跟人家借钱度日吧 因为现金流呢实在是太紧了 那公寓的现金流呢一般是好于别墅的 因为租金回报率稍微高一些 再加上很多的抵税方法 目前的市场状态之下呢 只要是有稳定的租客 一般都是有正向现金流的 不过呢受到疫情的影响 公寓房呢目前还没有完全活起来 不过呢有很多内城区的热点已经开始出现公寓房抢购的现象了 看来市场呢真的向我预测的方向发展了 就是下半年公寓房市场呢会逐渐的回暖 如果是二手别墅呢用来出租的话 租金回报率不是很高啊 基本上呢是你每个月都要往里面添钱的 所以对于传统的区域二手别墅来说呢 个人推荐的是自住 如果是开发区 那就是完全两个世界了 新的土地别墅项目的租金回报率呢 可以达到3.5%到4.2% 要知道目前的悉尼墨尔本主城区的公寓房租金回报率 还不到3%呢 所以目前的投资房产呢 开发区的新土地别墅类型 一般是值得投资的 有硬伤的房产 那这类房产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 我举个例子哈 比如说呢在你后院 抬头呢就能看到高压输电线 人们都觉得长期住在高压输电线附近呢 对人体健康是有重大的影响的 但是大部分人呢 说不出来有什么样的影响 和有多大的影响 从1979年开始呢 世界上的环境卫生组织就开始研究 高压输电线形成的电磁场 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了 但是到现在也无法直接关联或者量化哈 澳洲政府的卫生部门呢 说高压输电线形成的是电磁场 无论距离啊 无法证明针对健康的直接影响 但是长时间暴露在过高强度的电磁场呢 有可能增加儿童患白血病的几率 同时呢 澳洲给出了一般的指导 只要是房子离开高压输电线50米以上 就不会受到超过正常水平的电磁场影响了 对于变电站和变压器来说呢 这个安全距离是超过5到10米 图中呢 表示了各个环境中电磁场的强度 我们看到红线表示呢 有时直接暴露在高压输电线下面 比你在家里的客厅的电磁场呢 还要弱一些 有时居家环境 比如说卧室 客厅 卫生间的电磁场呢 比这些变压器 变电锁还要强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手机信号和WiFi 你把手机贴在耳朵上打电话的时候 电磁场呢 比高压线下面强很多的 所以输电线这个东西呢 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 要比健康上的影响要大得太多了 相似的有硬伤的房产呢 包括附近有个监狱 难民中心 垃圾处理厂 手机信号发射塔等等吧 人们买房子的时候呢 还是非常感性化的 觉得不喜欢看到电线呢 或者是有潜在的 不确定的风险 就不去买了 这直接影响了 这样的房产出售的价格 所以这类房产呢 在我们公司的研究结论之中 房产增值的速度 没有其他房产快 大多数的情况下的租金呢 也没有一般房产要好 除非是交通非常方便的房产 那总的来说呢 你可以买这类房产 但是要经过仔细的核算 权衡利弊再做决定 我们在投资大师课里边呢 把投资房产分为A类 B类和C类 那这种有硬伤的房产呢 被分在B类里边 我们之后呢 有机会再跟大家仔细分析一下 A类和C类啊 为了让各位观众老爷们呢 迅速了解澳洲房产市场 我们特别准备了 三场免费的澳洲房产知识 干货直播 澳洲房产投资不能这么玩 上下场 和2021年澳洲房产投资 十大五区 欢迎大家捧场参加 报名链接呢 在影片的描述栏 几十年的老unit 这种房产呢 一般都是离开火车站 并不是最近啊 三到四层高 没有电梯 车库呢 在地面上 个别的连独立洗衣房都没有 还要跟人家共用 那这类房产呢 一般都有三四十年的房龄 红砖外墙 一个区域里边呢 差不多是最便宜的房产 这样的房子呢 对预算紧张的买家 非常有吸引力啊 有的投资者呢 一看到便宜 同时呢 又带租客 毫不犹豫的就买了下来 但是买到手之后呢 基本会发生三件事情 租金不涨 房价不涨 没有折旧 不能扣税 租金不涨呢 是因为凡是有这种 三四十年老unit的区呢 一般都有大量的 最近十几年才建起来的 apartment公寓 apartment和unit的最大区别呢 是apartment公寓比较新 有电梯 有独立洗衣房 离交通呢 和区域中心更近 所以在租金上面呢 unit一般没有apartment好 房价涨不上去呢 是因为没有增值的空间 大量的住房需求呢 都被新建的apartment填补上了 这种老的unit 就没有了很大的需求 那么想要出售呢 价格只能比同类的apartment低 更让人头疼的是unit的折旧 基本已经在前十年用完了 想要用它作为投资房 给自己抵税的话 你真是想太多了 根本不可能 无论是unit还是apartment 在建成的前十年的折旧呢 是最高的 可以帮助投资者 抵掉大量的税款 所以一般投资者呢 都会选择新的公寓房 用来抵税 当然如果你没有收入 不用抵税 那就当我没说 以上说的这些老unit 一般不适合投资 但是也有特例 比如说海边的区域 地特别紧缺 新公寓开发的比较少 那么这种老的unit 就有了投资的价值 他们的租金非常好 涨价空间也不错 时不时看到老房翻新后的unit 卖出好价钱的例子 证券化的房产和房产借贷 大家都知道 买房赚钱 但是知道和接触过 证券化房产的人 还不是大多数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上市房产投资信托基金 简称REITS 在澳洲比较流行的是 上市公开交易的 房产投资信托基金 这种基金投资的标的 是各种房地产项目 包括农用 商用 办公楼 购物中心 住宅房产 并且收取租金 喜欢投资REITS的人 一般追寻的有这么几点 第一是流动性 在澳洲的股市中 买入 卖出REITS 都非常的自由 没有什么限制 你几乎可以把它当作 现金随时存取 只是买入 卖出的时候 有可能赚钱 当然也有可能赔钱 第二点是 投资标的的范围非常大 能够分散投资多种资产 比个人投资者 能够接触到的面 要大得多 第三点 多数情况下 有稳定的投资回报表现 当然说的是 没有突发事件的情况下 就像这次的疫情 第四点是 税收结构不一样 REITS不用交公司税 所以在运营费用上 比普通公司要低一些 在整个2020年 REITS的表现不是很稳定 也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比如专门投资农用地产的 Rural Funds Group ASX的简称是RFF 上涨了25% 而专做购物中心的 Unibail 损失了56% 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出 投资REITS和 直接投资房地产的 第一个区别 那就是REITS 无论在理论上 还是实际上 都是一种股票 能大赚也能大赔 只是在没有黑天鹅事件的时候 表现还算稳定 第二个区别 就是杠杆 在没有疫情之前的REITS 平均年化收益在8% 而澳洲住宅地产 在6%到7%之间 但是这里面的问题 是你没有计算杠杆 个人投资房是可以贷款的 比如说最普通的比例 两成现金 八成贷款 买投资房 那么杠杆就是4倍 投资房的年化收益 如果是6% 那么实际收益 就在20%以上 如果是今年和明年 每年涨价15%的情况下 加了杠杆的年收益率 就能达到60% 而且澳洲房产 在最差的年份也不可能 像URW这支基金一样 一年下跌56% 疫情期间一年 澳洲房产平均下跌 才不到3% 所以如果你有预算 做住宅房产投资的话 就不要买基金 如果你怕麻烦 想要流动性 可以考虑基金 只是在赚钱上 没有那么快而已 不应该接受的房产投资建议 悉尼和墨尔本 有不少的房产中介公司 标榜自己是房产市场研究机构 或者是财富和创富的公司 市场研究机构的操作模式 是说自己有个什么地产专家 比如说什么博士学位 做地产研究 数据分析 然后根据历史 数据模型 预测 未来哪个区有好的房产 增值在前景 而且正好 他们就有房子在那里卖 财富和创富公司的操作模式 也是一样的 公司会树立一个 或者是好几个房产投资 成功人士 开讲座 教大家怎么去投资 说什么跟他们买房 就能实现财富自由 地产研究机构 做的是理性分析 创富公司抓住的是 人们感性的一面 其实都是房产中介 用的是同一套销售的方法 其实这种方法本身 没有什么错 错就错在 他们会为了卖掉 自己代理的房产 故意给投资者选择性的信息 或者是偏向这个房产来说 这就完全失去了客观性 他们的研究和分析 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说到底 这类公司推荐的产品 能不能考虑 就看这个公司的老板 人品怎么样 如果人就是个正派的人 那还是可以考虑的 如果老板个人就乱七八糟 他们公司给出的建议 也就没有什么采纳的必要 因为只要能卖掉房 他们什么都愿意做 你可能在买房后一段时间 觉得都没事 不过可能过段时间发现 怎么我买的高层景色 被前面的楼给挡住了呢 怎么政府收我这么多税呢 怎么其他人的房产在增值 我的却在贬值呢 直到这个时候 你才能反应过来 原来上当了 其实这也就是我们成立展望咨询的原因 就是想给各位在澳洲买房的人 一个真实的信息平台 做出知情决策 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澳洲房产买家群 互通有无 家群方法在影片的描述栏 或者您可以先加客服微信 vision training 获得家群方法 有人可能会问 说他们这么玩 法律就不能管一管吗 在澳洲呢 只有对金融产品的建议 是有法律监管的 房产并不是澳洲公司法定义框架下的金融产品 任何人都可以对房产给出建议 而不用获得澳洲金融服务牌照 Australian Financial Service License 对于错误房产投资建议的民事诉讼 也不是一个有效的 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 因为实在是太贵 而且耗时太长 在诉讼的过程之中 很难把推销房产的行为 界定为违反法律 并且可以用经济的方法进行补偿 即使是投资人有足够的钱 证据和耐心 再加上那么一点点的幸运 赢下了官司 那么被告的公司 有没有钱来进行赔偿 就是下一个问题了 没钱赔偿的公司 可以被强制破产 但是同一套操作方式 只要换个公司名字 继续操作就可以了 所以在现实之中 用给投资建议的方式 推销房产的房产中介 会计 财务规划师 还有贷款中介 基本对这种秋后算账 集体免疫了 一点害怕的情绪都没有 所以也就更加的肆无忌惮了 讲了这么多 我们希望各位能够在 目前躁动的澳洲房产市场之中 通过正规的途径 找到正确的人 购买正确的房产 下一期我会为大家带来 更精彩的市场分析和评测 敬请期待 澳洲Alex老师 我们下期影片不见不散